本次提问,为什么度假导的高倍镜特别少? 很多人说度假导里不刷四倍镜以上的高倍镜呢,其实并不是的,刷还是会刷的,只不过数量比较少。 那么为什么光子会这么设置呢?教会认为原因有三个。 一,地图太小用不到。 这期经典模式的地图大小都不同,有8000米乘8000米,6000米乘6000米,4000米乘4000米,2000米乘2000米大小的。 而度假导只有1000米乘1000米,地图太小了,而且地形不是平原,到处都是高低不平的山地,基本是用不到高倍镜的。 三倍镜就足够用了,所以因为地图太小,限制了高倍镜的发挥,索性就少刷一点了。 二,鼓励近距离战斗。 光子为什么上线度假导这张地图? 其实这就是一张打架钢枪地图,而且是近距离为主的,官方的用意一目了然,就是鼓励玩家在这张地图近距离战斗的。 所以瞄准镜自然是以低倍镜为主了。 三,让高倍镜成稀有倍镜。 高倍镜在度假导虽然很少能用到,但也是有需要的时候的,有时候还是需要打远战的。 而且别忘了,6倍镜是可以调成3到6倍镜的,完全可以一个瞄准镜当两个用。 官方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让高倍镜更稀有,因为功能确实比低倍镜要强。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。